这是你们有挺大的关系的 我想先问一个问题 在你们的大学里 你们有没有看到过中国留学生 在我的大学里 我看到过中国留学生 那在你们大学里 中国留学生多不多 在我的学校里 中国留学生比较多 那在你的班里 中国留学生多不多呢 我觉得在我的班里 中国留学生不太多 那他们的表现怎么样 我不知道他们的表现怎么样 因为 因为我一方面不学他们的老师 另一方面 没有那么多中国留学生 所以我没看到 在上课的时候 没看到那么多 好 那刘晴伟有没有 你的班里有没有中国留学生 我的班里有没有 也没有 也没有 好 那你们现在有没有学生 是中国留学生在学校里的表现怎么样 或者在你的班里的表现 我在北达的朋友 我觉得有两个是中国留学生 我觉得有两个是 有两个是中国留学生 他们都很努力 我觉得上课的时候 他们总是知道老师 知道怎么回答老师的问题 而且他们的数学能力 好 数学能力 对 那你们觉得 你们觉得中国留学生 他们毕业以后 他们想不想回来 我觉得他们想回来 因为 因为 我问这一个人 他说他想 为国家福 回国 为他们 为国家福 好 来跟我说回国 一起来 回国 回国 好 那你们觉得 他毕业以后想不想 他们毕业以后 想不想留在美国 我觉得他们毕业以后 有个想在美 留在美 来跟我说 留在美国 留在美国 一起来 留在美国 留在美国 留在美国生活 留在美国生活 留在美国工作 留在美国工作 好 你的朋友毕业以后 想不想留在美国工作 我觉得他 他现在想 留在美国 一两年生活 生活一两年 生活一两年 可是以后 他很想 美国 好 那我们说 到美国 去留学的 中国学生 我们都叫他们 是什么学生呢 是 留学生 对 来到深点 是 留学生 是哪个国家的留学生 是 中国留学生 好 一起来 中国留学生 再来 中国留学生 那我们说这些学生 他要去留学以前 他要先做什么事 他要先 考试 考试 对 他要先参加什么考试呢 他要参加托福 或者 721考试 好 来跟我说托福考试 托福考试 参加托福考试 参加托福考试 那他们 为了做什么 要参加这两个考试呢 为了升学 为了升学还是为了出去 为了出去 到美国去怎么样 到美国去 他们怎么样 而 他们申请大学 为了申请大学 他们而参加这两个考试 好 他们为了申请大学而怎么样 而参加这两个考试 好 来 他们为了申请大学而参加这两个考试 好 很好 那我们说这个 参加考试以后 他们要做的一件事是 参加以后 参加考试以后 参加考试以后 他们要申请大学 或者研究凶念 好 所以参加考试以后 他们要做什么 参加考试以后 他们要申请大学 或者研究生院 好来跟我说研究生院 研究生院 申请什么 申请研究生院 好 谁申请美国大学呢 中国留学生申请美国大学 好 我们说中国大学生一般来说有两种 有哪两种 我们说身体美国大学的留学生一般有两种 如果我们说他是大学地业 我们就说他是 对 如果他只读了大学 我们就说他是 本科生 好来快一点 本科生 本科生 大学本科生 大学本科生 如果他还想继续读书 我们说他就是 研究生 很好 再来 研究生 好 所以谁要申请美国的大学和研究生院呢 中国 中国有学生 是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 他们都想申请美国大学 好 那每年申请美国大学和研究生院的人多不多 每年申请美国大学和研究生院非常多 申请美国大学和研究生院的什么非常多 非常多 大概有多少 大概有几十万人 所以每年有多少人申请美国的大学和研究生院 每年有几十万人申请美国的大学和研究生院 所以他们为了什么而申请美国大学和研究生院呢 他们为了进入美国的大学和研究生院 都参加托福和第二个考试 好 很好 那你们觉得托福和GRE考试对美国学生来说难不难 嗯 嗯 嗯 在美国人看来 嗯 托福没有意思 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哦好 我们不必参加 好 那GRE考试 那GRE非常难 哦非常难 那你觉得对美国人来说非常难 对中国人来说呢 嗯 连美国学生都觉得GRE很难 更不用说中国有学生 哦好 所以他说什么 连美国学生都觉得GRE很难 更不用说中国学生了很好 那在美国考这两个考试麻烦不麻烦 这些东西 嗯 我觉得 嗯 考这两个考试不太麻烦 哦 在哪儿考这两个考试不太麻烦 在美国 考这两个考试不太麻烦 哦 可是在中国 非常麻烦 所以你觉得 中国留学生为了通过这两个考试 他们得参加补习班 哦 所以中国留学生为了 中国留学生为了通过这两个考试 他们得参加补习班 我想問一下,在美國有沒有這樣的考試的補習班? 嗯,可能有。 可能有。 我們有補習班,去很多大學有課會教你怎麼考這類的考試。 所以美國學生也會為了通過這兩個考試而參加補習班。 好,那在韓國有沒有這樣的補習班? 在韓國這樣的補習班很普遍。 所以韓國學生也會為了通過這兩個考試而參加補習班。 好,那我想問一下,對美國學生來說,是不是只要通過考試拿到好成績就可以上好的大學了呢? 嗯,在美國不是只要拿到好成績就可以上好的大學。 哦,所以你們還得做什麼? 除了拿好成績,拿到很好的成績以外,我們還得在大學課拿到很好的成績。 嗯,我們還得,嗯,老師們應該給我們寫文章說這個學生很好。 哦,好,那個,嗯,我知道是有文章,然後告訴大學這個學生很好。 嗯,那我聽說啊,這個美國的高中生為了進入好的大學,他們要參加很多的活動,是不是這樣? 我覺得是這樣,因為如果你想進入一個很有名的大學,或者一個很好的,你的,你的活動,你的參加的活動應該很多,而且很有意義。 嗯,所以如果你想向大學申請,你得有很多,你得有參加很多的? 參加很多。 好,那所以美國學生為了什麼而參加這麼多的活動? 嗯,然後,嗯,美國學生為了申請美國的大學,而參加很多很有意義的活動。 很好,那我們剛才說,我們說中國學生呢,為了通過考試,會參加,會參加什麼?中國人,中國的學生會參加什麼班? 在節目中那裡,我們要請教學生的活動。 來跟我說,補習班。 補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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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吧。 補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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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他們怎麼才能知道,什麼地方有補習班呢? 郁金偉。 親在說。 他們怎麼知道,什麼地方有補習班? 嗯,因為很多學校的補告案。 不告欄,不告欄上,推著,是推著還是貼著? 貼著,很多考G2E和托福考試的廣告。 好,來跟我說布告欄,再來布告欄,在布告欄上貼著什麼? 在布告欄上貼著準備兩部考試的補習班的廣告。 好,你們覺得是誰把這些廣告貼在布告欄上呢? 應該是武習班的老師們把這樣的廣告貼在布告欄上的。 好,所以是誰把廣告貼在布告欄上的? 是武習班的老師把廣告貼在布告欄上的。 好了,現在大家看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是托福考試的廣告。 好,這是托福的廣告。 好了,現在我想問陳曉峰,我做了什麼? 你把托福考試的廣告貼在布告欄上。 貼在布告欄上? 布告欄上的。 很好,所以我做了什麼? 我把托福考試的廣告貼在布告欄上。 今天呢,我們要學的是三十四課。 跟大家的生活有關係,跟中國人的生活有關係。 但是呢,上課之前我想先問大家一個問題。 來北京一個多月了,你們覺得北京的東西貴嗎? 我覺得北京的東西並不貴。 並不貴,舉個例子。 哪些東西覺得不貴? 就是東西,要是你想吃東外,又要學完。 只要? 只要學完。 好,路賓覺得呢? 我覺得中國在很便宜的是,外國在很貴。 除了放的東西以外,中國的生活不太貴。 好,跟我說,除了吃的東西以外。 除了吃的東西以外。 中國的生活比較便宜。 好,比較便宜。 好,一起來,比較便宜。 好,一起來,比較便宜。 比較便宜。 不太貴。 不太貴。 好,小冉覺得呢? 除了食物以外,我覺得在北京, 我看到的價格比我想像的高得多。 哪些東西的價格比你想像的高得多? 不是我看到的,但是聽老師說房子很貴。 對,房子很貴。 那我們說自己的生活。 你覺得你來到北京以後,你的生活水平是提高了? 還是下降了? 你覺得呢? 嗯,從有的角度,我覺得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比方說,我每天吃很多飲食的東西,鼓勵去水下的食堂。 嗯,可是,因為我覺得在中國有上網有點難。 哦,上網有點難。 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能,你可以說是水平的下降。 哦,生活水平下降了。 來。 生活水平下降了。 好,你呢? 我同意,我覺得對我們來說,上網很重要。 嗯,所以可以說是生活的下降。 生活什麼下降了? 生活的質量下降了。 哦,生活的質量下降了。 那小冉覺得自己的生活水平現在怎麼樣? 嗯,我覺得跟在古代比起來,在中國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哦,提高了。 好,那我們來看他們的生活水平。 你覺得你的生活水平跟他們比起來怎麼樣? 嗯,我覺得他們的生活水平跟我們比起來低得多。 低得多。 好,生活水平一起來。 生活水平。 他們的生活水平跟我們比起來怎麼樣? 他們的生活水平跟我們比起來低得多。 好,那你覺得他們吃得飽嗎? 嗯,他們吃不飽。 他們穿得暖,穿不暖。 嗯,他們可能穿得暖。 可能穿得暖,也可能。 也可能穿得不暖。 穿不暖,一起來。 穿不暖,再來。 穿不暖。 所以他們可能吃。 他們可能吃不飽,穿不暖。 好,那我們再看。 你覺得他們從他們的臉看起來,他們的生活水平會不會高一點? 看起來他們的生活水平會不會高一點? 嗯,看起來他們的生活水平會不會高一點。 高一點,所以你覺得他們吃得飽,吃不飽? 他們可能吃得暖。 那他們穿得暖,穿不暖。 看起來他們穿得暖。 好,所以他們看起來怎麼樣? 他們看起來吃得飽,穿得暖。 所以我們說,跟剛才的人比起來,他們的生活水平怎麼樣? 跟剛才的人比起來,他們的生活水平高得多。 高得多。 好,那我們說,吃得飽,穿得暖。 這樣的生活水平,我們可以叫什麼樣的生活水平呢? 可以叫溫飽的生活水平。 啊,就是溫飽水平。 好,一起來,溫飽水平。 再來,溫飽水平。 所以你們覺得他的生活有沒有達到溫飽水平? 我覺得他的生活水平。 很好,來跟我說,達到了。 一起來,達到了。 他的生活水平怎麼樣? 他的生活水平達到了溫飽水平。 溫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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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得飽,穿得很暖,可是你不是很有錢的人。 噢,可是不是很有錢的人。 溫飽的意思是什麼? 溫飽的意思是,你穿得很暖,吃得飽。 穿得冷,吃得飽。 那我们再看,我们还是看他们。 我们说他们的生活水平有没有达到温饱水平。 我在看他们的生活水平没有达到温饱水平。 好,他们的生活没有达到温饱水平,所以他们的生活有没有问题。 他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可能他们的住房太舒服。 他们的住的房子怎么样? 他们的住的房子太舒服。 好,那他们吃得饱吃不饱? 他们看起来吃不饱。 穿得暖,穿不暖。 看起来穿不暖。 很好,所以你们说他们的生活有没有温饱问题。 他们的生活有温饱问题。 很好,来跟我说他们的生活怎么样? 他们的生活有温饱问题。 那你们想一想,他们看起来他们的基本生活有没有保障。 他们的什么没有保障? 好,一起来。 他们的基本生活没有保障。 他们的基本生活没有保障。 好,一起来。 他们的基本生活没有保障。 一些发展开彩落后的年代拍的。 所以你觉得在那个年代, 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水平有什么样的希望? 他们希望他们的生活然后地拿到小湣水平。 他们现在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 所以你觉得他们的第一个希望是什么? 他们可以希望很高 他们的希望可以很高 那你觉得他们最低的要求是达到什么样的水平? 达到温饱水平 所以他们希望怎么样? 他们希望达到温饱水平 我们说这些人没有达到温饱水平 所以他们的生活在什么水平以下? 他们的水平在温饱水平以下 所以他们的生活水平怎么样? 他们的生活水平在温饱水平以下 我们上节课说 中国人以前跟别人打招呼的时候都说什么呢? 我们说中国人跟别人打招呼的时候都说你怎么样? 以前我们说字还没有达到温饱水平的时候 来一起来怎么样? 你发福了 再来 你发福了 所以为什么那个时候人们要说你发福了? 因为你发福了说明你达到温饱水平 你发福了说明你达到了温饱水平 可是现在人们还说不说呢? 人们不常说了 不常说了 那你发福了是什么意思? 你发福了是你胖了一点儿 对 你发福了的意思是你胖了一点儿 好 那你们觉得现在中国人的生活有没有达到温饱水平? 我觉得中国人达到了温饱水平 中国人的什么达到了温饱水平? 中国人的生活达到了温饱水平 达到了温饱水平 水平 好 一起来 温饱水平 中国人的生活水平 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达到了温饱水平 好了 现在中国人有了更高的要求 所以他们希望他们的生活达到什么样的水平? 现在中国人希望他们达到小康水平 小康水平 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水平呢? 小康水平 小康水平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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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种 水平 它比温饱水平 它比温饱好还是比温饱差? 是一种更温饱好的水平 更温饱好的水平 温饱水平 水平 温饱水平 在这儿 小康水平 在这儿 所以它在温饱水平的以上还是以下? 以下 所以我们说什么是小康水平? 什么是小康水平? 小康是一种在温饱以上的生活水平 所以小康是什么? 小康是一种在温饱以上的生活水平 好 那小康的生活水平上还有您的生活水平是? 还有 有 还有 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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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么是富裕呢? 富裕是一种在小康以上的生活水平 很好 好,来跟我说小康,在小康以上 对了,所以富裕是一种在小康以上的生活水平 那你们觉得现在你们的生活富裕不富裕? 现在我的生活不富裕不富裕 你呢? 我也觉得我的生活水平不富裕 大家好像都觉得自己的生活不太富裕 路斌,你觉得在你生活的城市 如果要想过富裕的生活 你每个月要赚多少钱以上才行? 你得转 要是你想过富裕的生活 想过富裕的生活 想过富裕的生活 对 你得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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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你还有一个房子 你得转 二十万美元 以上还是以下? 以上 所以你得转 所以你得转二十万美元以上才行 所以他得转多少钱以上才行? 他得转二十万美元以上才行 好,你觉得呢? 每个月 每年每个月 嗯,每年每个月 嗯,我觉得每个月我每年转 很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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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我想 女基 女基 我想用温饱的生活 哦,只想达到温饱的水平 温饱的水平 可以去赚三百 三百钱才行 三百美元 三百美元 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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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所以是三百美元以上 还是三百美元以下就可以了 以上 以上 所以具体多得转的呢? 哦,所以就觉得有点少 不是吗? 我觉得三百美元 一个月三百美元 不够 不够 哦,那你觉得是多少 我觉得最低的 最低的水平的房间 是五百 六百美元 五六百美元 最便宜的房间是五六百美元 哦,因为我的情况是宿舍的 哦,在宿舍啊 那所以,深一秀觉得你每个月要赚多少钱以上才够 我觉得你得把两千五百美元以上才够赚 你得赚 嗯 两千五百 五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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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美元以上 还是 才 才行 好 那有的人呢,他很年轻就去工厂工作 因为他想提高家庭的生活水平 可是在美国,十四岁的人可以到工厂去工作吗? 十四岁的人 哦,十四岁的小孩子 十四岁 哦,十四岁以下的孩子不可以在工厂工作 十四岁以下的 十四岁以下的孩子不可以在工厂工作 哦,十五岁的孩子可以在工厂工作吗? 十五岁的孩子是很难在很绿色的地方工作 很绿色的地方工作 那多少岁以上的人就可以在工厂工作了? 十八岁以上的人可以在工厂工作 好,所以多少岁以上的人,十八岁以上的人可以在工厂工作 好,我们说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很多美国的公司把他们的工厂设在中国 那我们现在想一想,改革开放大概多少年了? 小冉,改革开放大概多少年了? 改革开放大概四十年了 老年人的生活 老年人的生活 我想问在学这一刻以前,你们有没有注意过老年人的生活? 我注意过老年人的生活 你注意到了什么? 我注意到了他们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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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十五岁以上 不在工作呢? 哦,六十五岁以上还是以下? 以上 哦,以上 他们怎么样呢? 他们不在工作呢? 哦,好,吴浩,有没有注意过? 哦,注意 在中国 我发现很多 我发现了很多 老年人 喜欢早上 早上 转练 哦,喜欢早上锻炼 山蕊呢? 在美国 还是在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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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我觉得 嗯 嗯 我觉得 做伴,啊 年人 做伴,坚持他们的想法 坚持他们的想法 坚持他们的想法 嗯 他们会不会强迫你接受他们的想法 嗯 做伴不会强迫我们接受他们的想法 嗯 嗯 是他们不愿意改变他们的想法 好 不愿意 不愿意 好 韵蓝呢? 有没有注意过? 嗯 在中国 发现了 很多 老人 老人 嗯 喜欢在 公园休息 休息 嗯 只是休息吗? 还 会做别的事? 嗯 六 六 六年 嗯 好 这个大家好像很奇怪 六年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啊 我先请大家看三张图 看到这个以后 你们会想到什么? 啊 我会想到 啊 在中国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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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呃 呃 呃 儿庄的 啊 天堂 啊 中年人的 呃 中年人的 和 人的分場 誰的分場 老人的分場 好,一起來 分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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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人的分場 老年人的分場 誰的分場 老年人的分場 好,那我們說這句話 我們聽了以後 你覺得如果一個中國人聽了這句話 他覺得美國還是不是一個可愛的國家 誰來愛的 我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他拼了这句话,他还会不会觉得美国是一个可爱的国家,或者会不会觉得美国是一个好的国家。 我觉得,他们可能觉得不太可爱。 因为美国是中年,我觉得很多国家可能是一样的。 很多国家的情况跟美国的可能是一样的。 好,那又来,你觉得呢? 我觉得,要是一个中国人听说了这句话,他们会觉得美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国家。 很有意思的国家。那你们觉得美国对儿童来讲是不是一个可爱的国家? 美国对儿童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是最好的国家。 好,可是美国对中年人来说,你觉得是不是一个可爱的国家呢? 我觉得对中年人来说,美国是一个可爱的国家。 那对老年人来说呢? 老年人,我觉得对老人来说。 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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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来说,美国也是一个可爱的国家。 哦,对老人来说,美国也是一个可爱的国家吗? 我们都说了。 美国来说,对他们。 哦,对你来说。 好,所以你看,这个大家说对儿童来说,美国是一个可爱的国家。 因为美国是,美国是儿童的天堂。 可是好像对中年人和老年人来说,美国不那么可爱。 因为这个美国是中年人的,美国是中年人的战场。 是少年人的战场。 好了,那我说这句话,在中国很多人都知道。 啊,很多人都知道。 所以我们说这句话在什么地方很流行? 嗯,这个地方。 这句话。 嗯,这句话。 这句话在,嗯,在。 在中国很多人都知道。 嗯,大家都知道这句话。 所以它在哪儿很流行? 嗯,在。 在。 玩。 中国。 嗯。 嗯。 啊,流行。 对,这句话在哪儿很流行? 这句话。 在中国很流行。 那这句话在美国流行吗? 在美国这句话不是流行。 哦,不。 不流行。 所以这句话在美国怎么样? 这句话在美国不流行。 好了,我们今天要说的是老年人的生活。 那刚才大家都说了,啊,我常常看到老年人怎么怎么样。 那我想问,啊,这个,在这个北京,在北京,啊,在对老年人来说,什么在北京很流行呢? 什么在他们很流行? 嗯,呃,在,对啊,老年人来说,呃,啊,呃,呃,跳舞和唱歌很流行。 你觉得在哪儿跳舞和唱歌很流行? 在公园,唱歌和流行。 在公園跳舞和唱歌很有趣 好了,老年人在公園跳舞 那你們覺得年輕人呢? 年輕人在酒吧跳舞 年輕人在酒吧跳舞 所以對年輕人來說做什麼事是很流行的 對年輕人來說在酒吧跳舞是很流行 好,很流行 那這個我們說了我們再來看這三張圖 剛才我們都是說對美國人來說 可是你們想想如果你們用美國人的角度 用這三張圖來看中國人 你們覺得這三張圖怎麼來說中國人呢? 你們覺得對中國的兒童來說 中國是什麼? 對中國的兒童來說 中國是兒童的戰場 為什麼覺得是兒童的戰場? 因為他們最怕升學和考試的壓迫 這個不能說壓迫 因為他們有什麼的壓力? 他們怕壓壓力 他們有升學和考試的壓力 好,那十二姐覺得對中國的中年人來說 中國是? 我覺得對中國的中年人來說 中國是可能也是戰場 也是戰場 為什麼? 因為他們得找工作 得照顧他們的家人 好